桌上摆满各种防灾用品 有电池、手电筒、泡面等 通通都能装进小小的避难包 但仔细一看 像是妇女常用的保鲜膜、卫生棉和尿布 其实在避难时大有用处 431的时候很多人是 没有太多足够的保暖衣物 所以他们用剪刀的报纸 把它揉一揉就这样塞在腹部 然后把这个这样捆起来 把自己当成行李 然后再穿上一件薄外套和雨衣 它就可以达到保暖功用 所以它很多用很好用 所以你真的有伤口 然后它是浅层伤口 你有做个简单的清洗之后 你就可以这样子把它包起来 然后保持它实际避免二次感染 根据一项资料统计 日本板神、东日本大地震 女性死亡数高于男性 显示灾案应变时 男性和女性抗灾需求各有不同 在1995那个板神大地震的时候 那女性的死亡人数 是男性的1.4倍 那我们在那个日本311海啸事件的时候 我们另外也有发现 就是他们女性的罹难的 也是比男性的多了1000多人 那所以我们知道说 女性在防灾整个硬边上面 跟防灾的一个力道上面 其实他们是对整个社会来讲 对国家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那所以以女性的观点来讲 她们在整个思维 还有在行动力上面呢 是跟我们男性也有截然不同的一个思维 那思维不一样 那他们的一个防灾的一个力道 行动就会不大一样 女性在社会里面给予的角色 其实会需要去照顾家人或小孩长者 所以其实他们会最晚 可能会是最晚离开这个受灾的区域 所以他们往往受到灾害的几率 其实相对于男性是比较多 但其实如果他们可以加强这个防灾的意识 然后把这些防灾用品 其实放在生活当中 在日常当中就有防灾的这种概念的时候 其实在真正灾害发生的时候 他们对于避难这件事情会发挥的很好 另外就是如果到了避难处所 其实女性对于这个稳定大家的心情 还有就是把避难处所的环境 让它变得更舒适 其实都有很大的作用 所以其实女性的力量在防灾里面 其实是非常需要的 那这个部分其实是未来我们希望 一直让这个妇女的力量可以进来 三八妇女节前夕 消防局和社会处在买基隆店 举办了防灾用品的说明会 从女性观点出发 教导女性防灾避难该怎么准备 其实女性朋友在日常生活当中 真的非常的忙碌 那所以防灾的议题呢 我们在平时的时候就需要做一些准备 那我们能够理解到有哪些东西 可以是我们平常随手可得 而且我们先准备好一个安全的防灾包 让危难紧急避难时刻发生的时候 随时可以应用来保护自己和保护家人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值得大家一起来倡议 而且从女性的观点 特别来思考女性需要哪些东西 女性他们一个温柔的力量 还有他们一个坚定的一个防灾的一个心情 跟防灾的坚定的一个力道 绝对不会输给我们男生 那包括他们在工作上面 他们的一个认真程度 他们的工作的一个责任感 都比我们男生来得好 所以在这个三八前夕 祝我们所有的一个女性员工 我们男性员工 大家都能够三八婚女节快乐 同时也呼吁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 如果你是女性的话 欢迎来加入我们的益销 来到卖场 防灾商品应有尽有 业者说每年配合消防局设置防灾专区 业绩成长两成左右 我们不仅是在这次土耳其 发生地震的时候 我们之前晚年 每年的防台防震季节 都会成立防台商品 对我们卖场的业绩 但是有所提升 然后之前我们每年的业绩提升 大概都是会有两成左右 因为我们基督市民 对于防灾意识 也是有很强的观念 台湾位于地震带 又常有台风 培养国人防灾意识 正是当务之急 旅行防灾 最有力 记者黄少铭金融报道 三二一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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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